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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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个礼拜呢 一再说到 一个记子里边呢 同时还有哪两种形式啊 一个音节形式 一个意义形式 音节形式 分作两种 一种单式音节 一种双式音节 那么 那么单式音节的特质是 这个 这个 见节鸡鸟 双式音节呢 是平稳书训 所以 英文学里边 的 词曲 只要是双式音节的 那一定比较缓慢 就是 两个调子 那个 两个调子 字数 尽管相同 但是 双式音节多的 它就比较慢 单式音节多的 就比较快 可是 音节形式 可以不可以 用这个 词汇结构 来变化 可以不可以啊 用 碟字 延伸 故词 因为 碟字延伸 故词 它的第二个字 都是什么呀 类似 类似 所谓音节短 语气轻 自然就会 轻快起来 这也是 这个变化 我们举的例子 各位丁路爱记得 寻寻命能 清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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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 也是这样 那么 意义结果形式呢 和音节的这个结果形式 相合的 当然也有 但不多 为数不多 因此啊 如果 你在 诵 吟 歌唱 也就是有关音乐方面的 语言旋律方面的 你拿那种 意义形式的解读 来朗诵 来吟 来吟 来歌唱 来普曲 那么就 整个破坏了怎么样 他这个 运文本身的 音乐性 音乐美 语 如果呢 你 都是用音节的结构形式 去解读 欣赏 评论 那么 你的解读 欣赏 评论 一定会 轻则怎么样 减轻它的寒韵力 或者意义思想情感的深度 错误的话 就会更加怎么样 错误的话 甚至于 会 这个 完全的 这个 完全的 这个 错误 如果 中的话 我说 如果中的话 就完全的错误 我们今天呢 就开始来 谈这个问题 佩馨 意义形式 我们拿这个例子 里面 我再来解说 粤文学区中的意义形式 和音节形式 是同时存在的 虽然 它们的结构形式 有时会相同 但广望差别很大 譬如 五七岩诗的音节形式 只有二三和四三一种 其意义结构形式 虽然基本上 与一般语句不淑 有以下三种形式 一 逐语加术语 如山青花博 二 逐语加动词 词加授词 如 我读书 三 逐语加动词 加授词加辅词 如 他给我钱 但由于 粤文学 灵练的语句 可以省去 逐语 术语 且其逐语 术语 动词 受词 可以出诸副词 子句 或谍用副词 甚至出诸语句 因而显得 结构形式 变化多端 欲文学的多译性 和情境意趣的复杂性 也皆此现前出来 尤其是诗 一般拘束在四言 五言 七言 其音阶形式既已固定 则只能在意义形式上求其变化 而这也是诗人 艺术之功力和技巧所要讲求的 好 如果呢 同样四言 同样五言 同样七言 它的音阶形式 是一样的 可是你 你在一首诗里边 一首七言诗 或者五言诗 四言诗 它的意义结构形式 你也采取同样的说法 每一句的意义结构形式 文法结构 也就是意义相与 情趣与的组合方式 意义相与 情趣与的组合方式 也都采取一样的形式的话 那么这个在诗的词曲的 可以说艺术上 可以说是很拙累的 那么这种拙累呢 就像合掌一样 不能开展 或者形式没有变化 是笨拙的 这可以说是 英文学的作者啊 都要避免的 意乡与指的就是名词为主的 情趣与就是其他的附加语 那么意乡与就是给你一个意乡 不管是具象的或者抽象 它是一个境界 情趣与呢 就是由此来推动 来描摹 来装点这个意乡的 这个境界的就叫情趣与 它们的组合的方式 是多样性很高的 可以说多采多姿的 那虽然文化结构 普通是足于素与 或者足于动词、受词、补词 这几个形式而已 这几个形式而已 每一个足语或者动词 或者受词乃至于补词 它往往呢 应用的不是简单的一个单词 或者简单的副词 它有时候 它有时候 会用上 结构性的 其他结构性的 附质结构 甚至于子句结构 甚至于本身 就是一个句子 所以它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如果你没有把它分析清楚 辨明清楚 您对这样的以句的解读 就不能到精道 可能就因此而减低它的情境 意涵 甚至于弄错它的情境意涵 它的重点在这里 好 我们来看以下的这个例子 你比如说 清心一开府 俊欲报参君 明月胸间照 清泉时尚柳 各位仔细 我慢慢读 你们慢慢觉得 它的语法结构是不是一样 春风对清肿 步入入阳洲 者云低暗渡 官曰冷香水 读起的音节都一样 地有周世亦 这季吾王公 这季 入生 那个季 云霞出海树 梅流渡江春 我上面 左边所说的 二三 二二一 二一二 三二 一四 四一 这就是说 这几个语词里边 在意义结构上 可以分成的 断的那个 初分的结构 七言 下边我们还要仔细来探究它意向与情趣的结构 不只是这么简单 就七言来说 乌下提远树行列 衡阳归愿几封书 好 这个是树山 四一二的人是什么 万里寒光生鸡血 三边树色 这都树 树色 树色 树维京 非观颂用有为此 却是相往梦却此 注意啊 你们对入生比较陌生 听我念的入生 音量都可以分辨出来 永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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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生非至于 中天月色好随看 家住彭城临汉宴 心水明月 道福天 领树从这千里目 江流去世久回城 河山不整情观险 易落西年和著品 深入彩凤双飞 心有灵犀一点通 你看这个每一个句子的 意象语和情趣语 这样一念你们叮当会感觉 它是不一样的 那如何的不一样我们再来分析 以上所指的都是五七言律师的对偶句 以其对偶更加可以看出 最终意象与还情趣语的组合方式 五七言诗的音节形式 只有一种论法 即粗分时是四三 细分时是二二一 但其意象形式 极有多种不同的结构法 其中的第一是 固然与音节形式相合 但其余显然有差别 足见音节形式 和意义形式虽同在居中 然而却要分辨清楚 其五言清心于开辅 俊逸报参君 如作清心之于开辅 俊逸之报参君节 形式表象 就和五言诗之二三相同 但就语法结构而言 此二句是省略主语 诗人及其斗词有 清心和俊逸是诗人的修士语 余开辅和报参君是斗词有的寿词 即两句音作 诗人有清心的余开辅 有俊逸的报参君 同事如下 各位看看 S就是主语省略 也省略了 这个有是动词 也省略了 所以它保留了只有什么 只有一个塑词 这个塑词的结构 就是清心的移开辅 俊逸的报参君 你看它的句子 其实是SVO的形式 可是省略了 俊语和动词 诗词会难解就是因为 它常常可以省略 某一部分 接着 其明月松坚照清泉时尚流 是明月造松坚清泉流时尚的道庄句 即明月清泉为主语 照流为动词 松坚时尚为寿词 但道庄句把以后省略半字动词于 而成为明月于松坚照清泉于时尚流 明月于松坚清泉于时尚 子句做俗语 照和流做术语 就强化了照和流的动感意义 图书如下 各位 各位 诗和词又有说 未来要 调是平这 明月松坚照 清泉时尚流 是采取平这 平平这 平平这 这样合乎规律的平这 所以他把明月照松坚的照 如果明月照松坚清泉流时尚 这个就没有押韵了 那个理屋是运缴 所以理屋把他提前 道庄 照也跟着提前道庄 就产生一个对我去 那么他的文法呢 就是主于怎么样 主于明月于松坚 照 是他的术语 所以他的主于里边呢 本身就是一个句子 明月于松坚 照 主于本身就是一个句子 一个主于动词说词 而这个语呢 这个动词是可以省略掉的 因为诗词是要宁念的 春风对清 同样的明月于松坚照 清泉于时尚流 都一样 下边这个句子 像 春风对清种 步入洛阳洲 是明显的语法结构 就是足以加动词加受主 于是诗言再对再落 各位 我们诗里边啊 的欣赏啊 我们等一下可能 或者下礼拜可以谈得到 他的欣赏里边啊 有一个必须要能够一眼看准的 就是每一个诗里边 每一句里边可能有一个诗言 诗的眼睛 诗的眼睛就是靠这个字 就因为有这个字 他的词情加深加厚 因为有这个字 他的声音、声情显得特别 每天更强 这就是诗言 注意诗言 诗言呢 还有句子里边 一首里边 往往有一句两句 它是特别的醒目的 也是特别的亮眼的 那个就叫警句 注意吗 警句 如果一套曲子 一套曲子里边 也常常有一支曲子 就是这一套曲子里边的主题所在 思想情感慧脆的地方 那么那个就叫主曲 主曲 在音乐上呢 那个诗言的地方 就是所谓悟统 悟 必须 活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必须要讲究 如果声情、词情、相得益彰 为整个唱腔印调里边的核心所在 就叫悟统 原代人所讲的 原代人所讲的 那么警句 就是这个句子的亮眼 类似这些啊 也都是 是联手相应而来的 因此呢 各位啊 在欣赏的时候 由于这个语法的认知 就应当要特别留意 所谓诗言 警句 如果曲套 一套曲的话 就是足语 而且这个雾头的地方 常常就是所谓 歌唱之后的主腔之所在 主腔就显现这一个 各位显现哪一个呢 显现这一支曲子 它特色特性的地方 因为有这样的地方 它和别的曲子的韵味 就会不一样 都是由此延伸出来的 所以它是连锁延伸出来的 在以前人 心常批评 了解 常常忽略这一点 你一忽略 你就没有掌握的对象 好 像 者云低暗度 官月能香水 这个对点 那我们来看 者云低暗度 官月能香水 句式是 者云低而暗度 官月能而香水 所以 所以 事实上 这个句子 它是两个句子 第一个句子 是者云低 者云 这个 副词 这个副词是什么副词啊 只是一般的 组合式的副词 对不对啊 组合式就是 以一个名词加一个形容词 这个 者云怎么样 低 所以这个低就是数 可是暗度的主语又是什么 暗度的主语 这样是者云啊 所以就省略了上 以上边的者云 省略了下边的暗度的主语 所以者云低而者云暗度 是两个句子 官月能香水 也是省 也同样的这个情形 所以我们呢 分析的话 者云是足语 低是数语 下边第二个句子 者云省略 暗度是数语 因此 像这样的两句 他的诗言就在哪里啊 在那个滴 在那个水 官月能香水的水 所以五个字 事实上是一个 是一个复合句 复合句就是 一个句子里边有两个句子构成 各位以前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啊 我相信一定没有 所以把这个呢 回去仔细自我分析一下 你将来做都会 还有地有五周是一 这既无王公 义法明显 就是地和这 就是他的足语 那么 半字动词的 有 和鸡 这个是动词 但是它是半字动词 周是一 就是它的足词 因此呢 足语是地 有 是半字动词 周是一 是足词 这个足词 所用的还是组合式的副词 一 是足体 周是 就是来形容 义的修士 修士 修士 那么 下边呢 云霞出海树 梅柳渡江春 这个 就可以有怎么样 不同的解析法 比如说我们采取 云霞出 而海树 云霞一出来 海就怎么样 天亮 那这几个句子啊 两个句子 云霞足语 出 树语 这个动词 出是树语 海是足语 树是树语 所以这个是有前一 或因果关心的复合句 因果关心的复合句 梅柳渡 而江春 也一样 可是如果呢 你在另外一种读法 另外解析法 云霞出海 而树 梅柳渡江 而春 那么 云霞出海 本身就是一个句子 云霞是足语 出是动词 还是受诅 而树 这个树就省略了 这个云霞出海 然后树 把云霞出海 这个句子当作足语来看待 那么树就是树 这样一来 他的诗言 他的诗言就是什么 如果采取第一种 第一种解法 那个树就是诗言 如果第二种解法 那么那个树和春就是诗言 懂了没有 因此 这样一个句子 就有两种解读的方式 所以我们说 中国的诗 为什么会有多异性 这就是多异性的一种 然后七七言 乌霞提缘树行列 衡阳归宴几封书 这比较简单 明显的是提缘为他的主语 而这个乌霞的这个名词 是来形容提缘 提教的缘 这两个呢 都是组合式的副子 乌下提缘 树行列 这样一个副子 列为主体 树行来修飾什么呀 下 所以我们标出来的 那乌下提缘 就变成一个复合式的副子 当主语 树行列 就以一个子组 当树语 所以是 XP的结构 就比较简单 来 万里寒山生鸡血 万里寒山 寒山为主体 寒山这个意象为主体 而这个寒山的意象用万里来形容它 生 生 动子 鸡血 鸡是 来形容这个血 这个血是堆积起来的血 所以这个比较简单 是SVO 的 句子 这个形式 在下边 非官送义 有为此 却是相亡 梦居此 其与法 省略主意 此事 这一件事 非官 却是 为代 护词修士之组合式 除词 动词 也就是 这个动词 是由 护词 来 形容 这个什么呀 由护词 来形容动词的 一个 组合式 副词 却是 也是一样 所以这个动词 就比较 副词性的动词 送义有为主 相亡梦居此 本身又是一个句子 所以 这个受词 他就 本身是个句子 送义有为主 相亡梦居此 本身是个句子 各位啊 送义有为主 相亡梦居此 这两个句子 对我的并不自然 不自然 因为送义相亡 虽然是足以名词 但是有 明显就是动词 唯是来形容怎么样 词的 相亡呢 是 这个 足以名词 但是 借词 借词 本身是个句子 借词 醒过来词 这是个句子 所以借词 和维词的 副词结构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各位像这样的对我就是不公整 你如果懂了语法 又懂了我们这个 所讲过的副词结构 你就可以批评 这两个句子的对我 不公整 懂吗 这就是诗人 我们可以批评他的技巧 他的艺术性的地方 就拿这样的一个 来 好 各位再来看 我画了这个表 此事是省略啦 非官 却是是动词 这个非 副词来形容 官这个动词 却也是副词来形容 是这个动词 可是送语有为主是 很简单的怎么样 S V O 你看 我们所 相亡孟借词 你看有几种解析法 相亡孟借 是主语 但相亡孟借 这个又是 相亡是主语 孟借本身可以做树语 所以这个主语 是由一个句子 那么词内可以当树语 可是另外一种解法 相亡孟借词 相亡是主语 孟借词又是怎么样 当树语 那么这个树语 那么这个树语本身的孟借 又是个句子 孟借语 是树语 是树语 词也是树语 也就是说 孟借词 本身的依法结构 孟借 本身又是个句子 这个句子又来形容这个树词 这个词 这个树 所以依法结构 非常的这个身躯的 而他不管怎么样 和上边怎么样 终于有绝 有为止 是不是不 不一样啊 就不一样的话 就不是一个好的队伍 工整的队伍 你这样一分析 然后批评他 就非常正确啊 其永夜搅声碑自语 中天月色好谁看 其语法结构为 永夜搅声碑 中天月色好 为子句式之主语 自语 谁看 亦以子句式作为树语 而此 竹语和树语 又各为一 主术结构之子句 一集永夜搅声中天月色为主语 悲好为树语 自谁亦各自为主语 语亦看各为树语 于是诗也在悲在好 但亦可将永夜搅声做悲和自语 两个树语的主语 则就成了一个复合句了 如果把永夜搅声碑当主语 那么那个字语就是树语 永夜搅声碑 这件事什么样 泥泥蓝蓝的好像自己说法 就是树语 但是这个主语本身 又是由永夜搅声这样一个主语 碑是树语所构成的一个主语 本身是个句子 永夜决声都是怎么样 都是组合式的父词过程 两个组合式的父词 永夜决声 至语本身是个句子 自诗主语 语当动词 做树语 所以各位会不会头昏脑 所以头昏脑 但是你要经过这样细腻的解析 一样 就可见这个诗里边 诗的语言应用 它是非常身躯的 截躯的 所以每个诗人的计法是不一样的 为什么有些人说比较简单 简单 明白 有些就怎么样 身躯 就是类似这样 哪两个人 你们如果读 在大学的时候 我真是无法读谁啊 所以说谢灵韵 我说这个诗 这个还叫书啊 硬邦邦的 曲曲折折的 好没有 这个什么呢 诶 哪像这陶渊明 读起来就很顺畅 我们好像吃一个这个什么呢 吃一个香香脆脆的梨子一样 读这个谢灵韵 好像拿了一个苦涩的感染 一点一点 这样搅这样搅 再搅出味道来 那你一直吃到好几个啦 你感染还没有一个 半个都被吃完 道理是什么样 道理一样 好 再来往下看 咏 咏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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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 也可以怎么样 咏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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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咏 咏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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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即动词加授词 而于灵之上 审作为主语之家 于道句上审作为主语之心 一集上下两句 皆为主语加动词加授词之复合句 于是诗言在家在心 写的主题在家 这个家 是什么样的家 是动词住 秦城是住的授词 所以这个家是住在秦城 这个家省了 注意了下半 下半是灵汉宴 也就是说它整句是 家住秦城而家灵汉宴 用靠近秦城和灵汉宴 住在秦城和灵汉宴 来形容它这个家是怎么样 是一个在都会中在重要的民圣古籍里边的 所以这是两个句子 下半省略了家 那么这个家 就整句诗来说 它就是这个诗言 所以诗言 古人常有一个错误 所以五言的诗言在第三字 七言的诗言在第五字 这是很粗糙的看法 很粗糙的看法 所以诗言就是这个句子里边哪一个是最主体性的 所有的形容词比例意象是在描述它 以它为核心的 这才叫诗言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字 这个境界就由它点燃了 所以亮点都在它的身上 这个诗言你们这样比喻还不够清楚 领树丛则千里目将留七世久回长 两句皆以子句 领树丛 领树丛 这座主语 领树丛 本身也是个句子 看了这么多 各位已经慢慢了解 任何一个文法结构的 足以动词 和受词补词 它本身是不是 都有单词组成的 也有副词 甚至副词的 复合词 不止于重叠的副词 或者本身就是个句子 足以本身就是个句子 动词也可以本身是个句子 受词也可以本身是个句子 它的复杂性就因此而复杂 而且一个句子里边有时候包含的 是重重绝绝的子句在里边 像这个我们看它的分析 领树丛 是足以 就整体整个句来说 这是动词 千里目是受词 这个足以是怎么过程的呢 有领树 这个领树就是组合式的副词 从这个单词 做树丛 领树丛本身就是个句子 重重叠叠叠 这样的重重叠叠的领树 这动词 千里目 就是千里来形容目 那你就可以知道 它望远益穿 家在怎么样 千里之外 用领树的阻隔 形容它距离家乡的 无法怎么样 无法可以回归的重重障碍 树丛不准情观险 异入西连汉至平 两句各以弦平为树语 而其以子句 这个子句是怎么样呢 当作主语 这子句又树丛为主语 不准就准当动词 所以这个不来形容怎么样 这个准 不是南准 也不是东准 而是不准 这个河山是 被这个秦官所准 秦官在什么之上啊 在河山之上 所以不准是 就是一个复合动词 秦官本身又是说子 这个句子 过成了主语 弦是术语 那么这一句的这个什么呢 各位这一句的诗言在哪里就不清楚了 弦 整个累积那么多 就是要说出一个弦字 接着再来看这个另外一个句子 你看我们每一个句子的形式一样不一样啊 意象与 结果与的组织方式一样不一样啊 不一样 要把它挑这些例证还很不容易 还很不容易 身无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好问题 这两句都在写什么啊 写身和写心 他的无奈是什么啊 他这个身不像踩凤 因为他没有双飞翼 他这个心 很好 有灵犀一点通 失望之中 有灵光乍显 所以这个身当然是足语 无和有 是这个 呃 半自动词 所以当动词用 彩凤双飞翼 各位看看 这个 这个翼当然是足语 是什么样的翼呢 不是麻雀的翼啊 是彩凤 这个彩凤又双飞 所以彩凤是足语 彩凤双飞 双飞是足语 彩凤双飞那样的翼 彩凤双飞那样的翼 彩凤双飞 凤双飞 一点通 通 这个一点通 这个通在这里 也就做名词了 由以上诸例 可见 御文玄句中之意义结构形式 称入尚无所言 虽然不出上举之三种基本类型 但由于其足语、术语、授词、句 可出诸副词和子句 表面看来就面华多端了 诗人也以此建行组织之将心才情 如果意义形式一律不变 则诗之解构便合掌版制 这是诗家要必记的 而意义形式的组合 有时也有见仁见智 难分是非的情形发生 譬如尚许的明月松尖照 云霞出寒树 永夜绞生碑字与句式 又如李白渡金门送别周的 汉连山随平叶镜 将入大黄流 如果分作一、四 则重在山、汉、江、行冒的描写 如果分作四、一 则重在山、汉、江、气势的生发 这两句 如果你是 什么样的山呢 水平也尽的山 这叫一式 什么样的江呢 是入大黄流的江 所以他的语法结果 山和江是足语 水是动词 入是动词 平也尽 大黄流 是水和入的寿词 而这个寿词本身又是个句子 平也尽 平也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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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过程 又如陆府 登高中的三四巨 无边落幕 消消下 迫近长江滚来 如果作二、五 则重在原野的空旷 和长江的绵延 如果作四、三 则重在落幕的妻妾 和长江的浩蕩 如果作六、一 则重在落幕飘零 与长江流动的破人之感 他们在感受上 虽有轻重之别 但基本的意义是没有查额的 可是 如果被因结形式所牵制 而忽略意义形式的存在 那么便要产生很大的误解 好 很大的误解 等一下例子 我们先看这个例子 你如果说 无边落幕 啊 当这个什么呢 不像足语 消消下 当树语 那么这无边落幕 给你呢 就非常的广阔无边 不进长江 长江的绵长 那么如果说呢 你做这个 这个 无边 落幕消消下 不进 长江滚滚来 无边当足语 落幕消消下 又当树语 那么落幕是足语 消消下 是树语 这样的分析 这个无边 就变成这个强化 它的空框 空框 那无边落幕消消 无边落幕就变成足语 消消就变成什么 树语 然后消 无边落幕消消 又变成一个整体很富裕 这个足语 无边落幕消消 这样的一个 足语树语的结构 当足语 那个下当动词 动词当树语 那么就种在这个下底 人在破绝之坎 所以它的这个语法呢 看你怎么解读它 那它的这个情味 就会有所 这个变化 有所变化 可是呢 大体上意义 并没有扭曲 或者误解 可是下边这一首 各位注意看 众史如王 超汉莫 泪与汉未进风烧 龙闻腐记 皆均 立快过渡 建而草 这是杜胡呢 拿绝句啊 来作为这个 诗评的 就是勇诗 他有细维六绝句 所以像杜胡啊 这样的一个大诗人 他开创了这一体 开创这一体以后 历朝历代啊 勇诗 绝句就很多了 原浩问有著名的这个勇诗绝句 三十首啊 我的老师 郑文博先生 那才情更丰富 我记得他好像 有很多首 我忘了几首而已 但都超过千 就成为一体 那这一首诗啊 曾经被台湾某大学 当作这个入学考试 结果这个抽题的人啊 就因为没有分辨 意义形式和阴阶形式的分野 就误解了 误解出来的题目 就引起大家的讨论 讨论 当然他是抽的 因为他勇以阴阶形式 作意义形式 折骨解 我们来看啊 这首诗是在 评论史初唐试解 其中第二句 如果按照阴阶形式 解作试三 那么意思 就成了 初唐试解的书 比汉未诗拙略 因为 这个诗句是怎么样 众使如往 抄汉未诗 众使如往 抄汉未 这样来解读的话 就是初唐试解的书 比汉未诗拙略 累于汉未 这种解法 表面看来好像没什么不对 其实文理不通 其实文理不通 因为格调接近国风 离骚的诗 绝不会比汉未诗来得拙略 所以 所以他自然不是杜甫的意思 杜甫的意思 在意义行事上 应当解作二五 那就是什么样 众使 如往抄汉莫 所以众使是一个什么东西 什么样的义法结果 十当动子 十当动子 重 是来形容死的父子 所以他这个动子 就是一个 呃 一个 磁祖式的 这个结构 当动子 如往抄汉莫 就是这个 石的 父子 卢亡就代表 初唐世杰 抄 拿着 汉莫 汉莫就是 汉是笔 汉莫是毛笔 那意思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汉莫是什么意思啊 他们做的诗 也就是 也就是初唐世杰 所做的诗 重视初唐世杰 所做的诗 那问题是 主语是谁啊 我们 我们 我们认为 重视 诗堂 所做的诗 所以我们是主语 重视 前边所认为的 这个是 动词呢 也审略 类于 汉味 进风烧 卢亡超汉莫 这个是重视的素子 类于 类于 这个疑 疑就是半字动词 也是当动词 所以类于什么呢 在汉味进风烧 汉味进风烧 汉味进风烧 就是汉味诗 接近汉味诗的 国风历烧 这个的主语 就是卢亡超汉莫 就是卢亡超汉莫 当他们的主语 这两句呢 是个对我句 下边这两句 各位再翻开这个诗来看 杜福这一首诗 并不好读的 所谓众词 类于 这个都是当动词 卢亡超汉莫 这是一个 这个寿词 这个寿词是由 卢亡足语 抄这个动词 汉莫这个寿词 所过成的 这个子句 这个句子所过成的副词 类于 这个疑 的寿词就是汉味进风烧 汉味是足语 进是动词 风烧是受词 所作的 整个句子 这个子句 汉味进风烧 这个子句 是作为类于的受词 所以两者之间 这两者语法结构 是一样的 所以卢亡超汉莫 就是指的 就是出唐 四节的诗 汉味进风烧 就是接近国风离烧的汉味诗 所以两者是不对等的 所以两者是不对等的 这样的诗呢 隆文 隆文 也就出唐的诗 虽然比 接近国风离烧的汉味诗 还来得差 但是 隆文辅迹 接近亦 隆文辅迹 当 这个富何的 这个 这个富子 隆文 隆字文 虎字诧 就当主语 接 当冻子 君欲 君王驾 的 君王驾 的 就是 隆文辅迹 是来形容马 什么样的马呢 就是有像龙一样的斑纹的那个马 像这个什么呢 老虎一样有集备力量的马 这种马都是驾驭国军的车的马 那么这个比喻是什么呢 比喻是龙纹文采泛滥 这个诗是文采与风骨都很静见的诗 这种诗可以进入庙堂作为庙堂文学的 庙堂就是国军 所以你看这个层层的意义是如此 但语法 龙文采泛滥军义事实上就是主体整首书的核心 在卢王超汉末的这个诗 虽然还没有到汉卫书那么好 因为汉卫书是接近国军一烧的 那么立块过都建儿潮 这个儿潮又是什么呢 那就是杜吾要批评的对象 就是当时候来批评出唐世杰的诗 是拙劣 立块过都 经历远野 快就是远野 经历过都城 建就呈现了儿潮 儿潮就是你们批评者 这批评者对龙文釜迹来说 他就是沿车下市 好像蹲在只能拉动沿车的 那个最低烈的马一样 那立块过都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脚量脚量你们这马跑 赛跑一下 经历远野 经过都城晒马一下 韩国语也要晒马场 让他们跑一跑 就知道怎么样 你们有多差 所以后边两季 也是 这个 对我季 各位知道 这个 这个 绝剧在杜福的笔下 出神入化 展开的境界 原来绝剧 基本上是起层转合 四季 起层转合 杜福把它弄成几个形式 一种就是把律师的开头两季 最后两季 结下来 就是起层转 还有一种呢 是把前半拿下来 那就开头 起层 后边这两季 对我 律师的这个三世纪 是对我啊 砍掉一半 所以 这是 起层 然后开合 合在一起 第三种形式 他就是把 后半 律师的后半 说开头是对我 这个 对我 并起 然后 然后 成转合 合在一起 第四种形式 就是把中间的两根 中间的四季 摘下来 那就是 双起双合 开头两季是对我 后边两季都对我 杜福呢 你看他就可以运用这四种形式 听懂了没有 就是把一首律师 去解构成为绝句 就是有这四种方法 如果 如果 结起 这个 他是不是要对我啊 如果结起这个 开头就要对我啊 如果结起 1278 那两者怎么样 双齐双壁 对不对 可是可以不可以 这个12和56啊 12和56 他就会产生什么 失灵 又产生失对 那你给我看看 为什么125又不写 为什么34 78不写 就是他会产生这个什么呢 失灵的现象 凭这失灵的现象 所以拆开来 成为四种绝句的形式 阴结形式有时会混淆意义形式 同样的意义形式有时也会瞑目阴结形式 双齐第四本第二者作 你相为理 笑丑谋 结果呢 你们去看那个 这个剧本 一般人都把它粘起来 当一剧 不负我郑兴师心旨 他就没有把这个 阴结形式要断开来 当一回事 何须你一一问言有 变成一个句子 得宽且盘缓 还有 你秀为理笑丑谋 但是这个在曲子里边 都是违背 因为它的意义结构形式 是可以合起来成为一句的 可是 在阴结形式上 它必须断开 必须断开 旋律节奏 才会合乎这个曲调 以上书例 如果就意义行序而言 都可以合并为一句 那么在节奏上 必然像是原有的特质 而已导人误入其途的 不过于姚山堂外寂 提为马志远所作的一支天静沙 各位什么叫提为马志远 这个就是说作者还有争议 对不对啊 比如说我最近 花了不少的篇 写了一篇 这个西乡记 不是王师傅作 金本西乡记 这说 你就要说 金本 提 提为王师傅作的金传本 那表示说 起码我认为他不是 或者属为 我在念博士的时候 我就写了一篇 太和正英谱 不是租权做的 现在相信的人越来越多 一路不可能 哪有一二十岁的 十八岁的人会做太和正英谱啊 十八岁二十岁 他在北方做王爷一天到晚 骑着麻 在那边和蒙古人打仗 那时候他会去 用瓶瓶这篇 押韵什么这些吗 那不可能的 许多的迹象都可以看出来 那有的人呢 是因为他喜欢曲子 后来就门下课有一些 就帮他写 这种例证在中国历史上 多不多啊 最有名的是谁啊 以不为 对不对啊 吕氏春秋 还有信宁军的兵法 因为他率了五国的军队 打胜了谁啊 打胜了秦军 秦兵解了赵国的包围 所以呢 许多人都写了兵法 让他签名 作为他的著作 写的人只要说 有人读就好 书卖得出去就可以 类似这样 还有淮南寺 对不对啊 到了明代的王爷 怎么不可以做同样的事呢 所以类似这个叫 提为鼠为 接着 孤藤老树昏压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 夕阳西下 断肠源在天涯 这支曲子的前面四句 音节形式和意义形式正好相合 都是两字一顿 没什么问题 而末句 作求意义形式来观察 则有二四和三三两种西法 其基本意义无甚分别 但偏于三三的人较多 于是此句在有些选本 甚至于角合书里 便被分作两句 成为断肠人在天涯的断句法 然而这是绝对错误的 其置物的缘由 便是因意义形式而闽末因解形式 我曾经就全冤残曲加以考察 做天晋沙的寒无名式 既有十五加八十五曲 其末句除了四曲 可以移四为三三句式外 其余八十一曲毫无疑问 接作二二二句式 如白浦一支禁死马式的曲子 孤村落日残霞 清烟老树寒鸭 一点飞红饮价 青山绿水 百草红叶黄花 此曲的百草红叶黄花 一看几支非独座 百草蓝眼黄花不可 夏文将引述到的乔级之曲 做亭亭荡荡人人 更是明显的二二二句式 再观察疑似为三三句式的四曲 无心意所作四支 其中三支皆作二二二句式 只有一支作 断肠仍以西楼 张可久作十四支 只有二支作 紫霄仍以摇开 看眉人过西桥 其句法皆与断肠仍在天涯相似 就因解形式而言 自然都应当断座 断肠仍以西楼 此消仍以摇开 看眉人过西桥 其非独座三三不可的 只有周德青的一支 女儿港到如今 周氏共有两支 另一支作 小周来饭茶茶 虽可独座二二二 但亦容易交人无作三三 看来周氏是误用了应解形式 可见应解形式和异义形式 是要分辨清楚 绝对可混淆的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如何就他的语法结构来说 语法结构来说 哭疼老术婚鸭 这三个这个什么呢 副词 都是由形容词加怎么样 加名词的这个 这个词组的结构 除词组的结构 三个异象摆在一起 这是用异象 并列的异象 那异象与异象之间 它其实也有它的这种 组合的方式 各位看 枯藤老术婚鸭 哪一个异象在这里是主体鸭 是枯藤呢 还是老术啊 还是婚鸭 当然是婚鸭 所以枯藤老术事实上 这两个异象是在 以婚鸭为主体的 形容的这个异象 可以说是 复合式的这一句 可以说是复合式的一个 一个副词而已 也就是说 它只是在告诉我们 原语上的景色有 什么啊 这都省略掉 原语上的景色有 如果 一只婚鸭 一只黄昏的乌鸭 它 栖息在有枯藤缠绕的老树之上 或者简单说 老树缠在枯藤上 有一只怎么样 有一只乌鸭 小桥流水人家也一样 谁是为主体啊 人家 所以 就以法结构 来说 它应当都是四二 而不是并列的二二二 二二二是因解形式 有小桥流水的人家 古道西风寿马呢 是在古道上吹着西风的一匹寿马 那下面 西洋西下 西洋为主体 主语 西下 这个西作为下的修术语 父子修术语 西下就是术语 西洋是主语 所以这是一个句子 可是你可以不可以这样写读啊 西洋西下 西洋下 变成西洋下都当什么呀 冻子 西洋 西邪啦 西洋 这个什么呀 西洋下落 这个时间的这个什么呀 持续动感 演出来 西洋西 而西洋下 你看这就变成两个句子 最后一句 断肠仁在天涯 如果你读着断肠仁 这仁就是什么样 族语 断肠是个子句 断肠为动子 断肠为动子 肠为受子 断肠的人 足以在动子 天涯受子 如果你这么读 断肠 人在天涯 就变成怎么样 因果关系的复合句 断肠 是个句子 省略了足以人 是人断肠 因为 人所以断肠 因为人在天涯 各位 所以类似这些啊 你们以后呢 欣赏的时候 动动脑筋 我们下边所举出来的 就是大家 非常熟悉的 明月举时有 法久问清天 阴节行事 我们常举它为例 可是如果这就意义结果行事来说 你们回去自己看 它变化多端的 一首 回去自己看 我举了 这个还有天涯沙 还有一首呢 千古兰节的怎么样 二十二一 警设吴巴安五十雪 这一首诗呢 我很勇敢地把它发表在 台湾最大的报纸 就是 联合报的护刊 接近一个版面 那么 我以为会有很多人 来和我打笔架 现在 结果居然没有 可见呢 想看看我打笔架 恰好都没看到 或者呢 看了以后 就 信服我的看法 我认为 这一首诗 其实不是难解 而是古今人 欣赏解析这一首诗 没有从自信 感性 入手 请问先要自信 还感性 先要自信 自信就是给你定位 给你找一个正确的方向 让你感性才丰富 才正确的是丰富 诗的深度 和诗产生的一种 渲染起来一种氛围的美感 如果只用感性 那 每个人的感都不一样 其实 这一首诗就是如此 那么自信 就要从一个字 一个副词 一个字的音 一个字的义 一个副词的结构 包括一个句的 音节形式和意义形式 的解析和掌握 这是自信 在这样的自信里面 你来看一首诗的结构的方式 它的结构 是采取什么样的结构 它里面的这个意象 有没有互相呼应 有没有互相呼应 有没有埋伏照应 有没有互相生发 还有 李商银的生平事迹 要不要了解啊 当然这是自信 李商银的生平事迹 最好知道它什么时间 人事实地 人事实地的写作背景 如果没有办法 那么你一定可以找出 它大概是早年、中年、晚年 譬如说它 锦舍无端五十选 一选一住 十华女 此情可待 在语成追忆 只是当时以往 这就是 不是小孩子做的 也不是青年时候做的 是在回忆 你如果说 知道 什么叫谨慎 什么叫做华脸 那么这个情境 就会越来越浓熟在怎么样 在一个自信的范围里面 好,我们下个礼拜 把这一首讲一讲